谁啊 你好 我找李晶晶 晶晶 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不上班啊 我今天中午休息 想带你去吃个饭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手机坏了 快我去买了 不接手行吗 这是我学姐杜娟 这是我哥林晶 你好林晶 谢谢你对我们家今天的照顾 不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 别客气 你说错了 别看她是我学姐 都是我照顾她 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下次请你们吃饭 今天我时间不够 一定要请啊 说话送话 下次可以交上尖尖的 另一个哥哥 好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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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饿了 吃饭吧 走 再见 再见 这家商场在你去上大学之前 刚弄工你还记得吗 后来早就开起来了 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 然后这四楼是餐厅 特别方便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 躲我 说话不太舒服 没躲 我就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在爸爸们面前 我有点心虚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 那谁让你们放着 好好的日子不顾 你们 别挑字眼 救你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孙 分别给她 她是哥哥 以后帮你送家 又来了你 手给我 我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不就是牵手吗 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 还少牵啊 走 把手机去 你 就这些 好 请稍等 我上次手机坏了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休门 你居然能展带住 几天都不开手机 没有法而清静 反正需要密切联系的人 就在身边 那你都不看微博和公众号吗 不看 你真的没有关注啊 你好多未读信息啊 你快看一下 怎么了 月 月亮给你发微信了 你快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你看不就行了 我看不合适吧 我看看跟你说有区别吗 你不用给我答案了 我看到你清理尖尖了 之前是我想多了 误会了 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 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 谢谢了 说什么 你太惨我了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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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来 去吧 去吧 妈妈妈 谁让你蹲这儿了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我真累了我 那谁让你站在这儿了 你 电话不回我 微信也不回我 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 你别动 你别动别动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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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腿麻 脚麻 月亮 这是怎么了 我阿姨 我同学脚麻了 您溜弯呢 对 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 好 阿姨 再见 好好好 瞎着 去你家 没门 你别动啊 你让我忘了 忘了 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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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着 你别搬走啊 你别搬走啊 林乔跟你说的 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 我给他发的微信 他怎么可以给你看 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吧 不是的 不是的 是 他手机坏了 然后买了个新手机 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APP 然后就不小心 看你知道 好吧 他给我看啊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那么帮你们 让你们俩和好 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 不告诉我 是不是故意耍我呢 觉得我特别好笑 月亮 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 你还不了解吗 我怎么可能 觉得好笑呢 李洁洁我这两天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 我还要综合你们俩和好 你们俩需要综合吗 你们俩现在就是和心火来骗我 你别 不是的 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 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 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贺子秋也喜欢你 对啊 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 都不知道他怎么想 李洁洁 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 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 我喜欢过贺子秋 你是来跟我炫耀的吗 你现在看着我这样 你特别开心是吗 我开心什么呀我 我要有开心 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你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 不是 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 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 不是 秦明远是神经病啊 你才是就是神经病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以为我写了 是你来找我的 谁先找谁谁是懂 你看我 你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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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